- 近年来艺人受到私生犯骚扰的新闻层出不穷 韩国女团twice成员纳莲 就长期受到一名德国师生George的骚扰 那位师生一直坚持自己很爱纳莲 想和纳莲结婚生子 更说知道纳莲也很爱自己 只是因为GIP娱乐从中阻挠 两人才会此时无法相见 George更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言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联络上纳莲 更曾在社交平台上公开twice成员彩莲的电话 让彩莲生气发文警告 George为了联系上纳莲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甚至会骚扰纳莲的家人朋友 当中Red Velvet的盟内Yerry 也曾说过他留言甚至跟踪骚扰 近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上韩国暂时并不开放旅客路径 只能待在德国的他也不曾放弃 每个月都会在个人YouTube频道上 上传影片交代他和纳莲的事 近日George在最新一支影片中 开场就用英文和韩文向纳莲告白 表示自己是真的很爱他 并给他带来惊喜消息 他表示自己已经成功申请到 可以前往韩国的准证 并在准备免除隔离资格证 不过因为自己在德国还有事要处理 依翰表示无法在纳莲9月22日生日前抵达韩国 但他又表示如果自己拿到免除隔离资格证 就会在9月底前往韩国 并说只要纳莲愿意 他未来就会在韩国买房子 为此他正在努力工作 之后又说得知纳莲正在练习英文发音 就介绍自己平常是如何练习英文发音 最后更向纳莲表示 如果他不想自己去韩国 希望对方能联系自己说出来 他这番自助多情的可怕行径令不少粉丝都感到相当担心 希望经纪公司能及时采取行动 保护好纳莲不再受到他的骚扰